这个厅审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就是首先我们和一厅保证了各方当事人的这个相关的诉论权利 开厅的过程中也是总结的焦点 就是说第一 首先菊花英是不是够让这个拐卖 拐骗拐卖罪 第二个就是说关心电影是不是够重 第三个就是关心民事赔偿部分 看应该能不能赔偿能不能得到支持 然后在厅上这个对方也出具了一份新的证据 这个证据就是一个就是他和他在会生活的一个男人 证明了2014年之后没有再犯过罪 这个证据 然后一个证据就是公安机关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证明他在 就是人家不予出具这个无犯罪基础的证明 但这个证明 他在1996年就有过一期犯罪事实 其实反而证明他在本案中没有出入公诉 因为这个在1996年他拐卖的犯罪事实 在从一程到现在从来没有公诉过 没有交代过 没有交代过 今天出这个证据反而恰恰证明 他所谓的如日公主根本就没有存在 不存在如日公主 那他现场的态度啊 现场态度还是那种不信一顾的态度 对所有对案件对他不利的事实都是一概回避的 意外都是不清楚忘记了 刚才那个牛华说他其实现场有道歉 当然道歉不足以诚恨啊 是不是道歉之中不是所有的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 对不对 出庭检查员认为他的上路理由是没有 出庭检查员当天也认为一时之间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这个程序合法量级是他 就肯定这个贵州省高级发言 依法驳回上路过去研判 嗯 嗯 出庭检查员